温暖重重 2016年2月3日 距离农历春节就只有几天了 新年意味着新的开始 河南省洛阳市一位淘气的小朋友圆圆 却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 圆圆今年只有六岁 刚刚上一年级 据她的爸爸介绍 圆圆是在喝水的时候 突然被被盖卡住的 舌尖的三分之一处 前面伸出来的部位已经发紫变黑了 此时距离圆圆舌头被卡 已经过去了20分钟 口腔客的医生和圆圆的爸爸 早已经想尽了办法 但仍然无法将瓶盖从舌头上取下来 束手无策的众人 指得向河南省洛阳市 太原路消防中队寻求帮助 瓶盖就是跟奶嘴形状 它是盖跟口是一体的 但是它是个圆形 瓶盖是由底座和出水口两部分组成 套住圆圆舌头的 正是圆形瓶盖顶部突出的出水口 此时圆圆的舌头已经开始逐渐肿胀 瓶盖口以为充血的舌头 给堵得严严实实 从外部观察 圆圆舌头的颜色已经完全变成了黑紫色 舌尖发凉 多考虑血液循环停止 有可能会发生缺血 坏事的可能 如果圆圆的舌头发生坏事 首先会影响到它的语言和近视功能 严重一点甚至会影响到呼吸系统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受伤的不只是圆圆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将是永远的痛 它现在磨薄了用 咱那剪子剪得行不行 剪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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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要剪到这锅 拿螺丝刀这种 然后我们想上办法就是用我们专门配的那个剪子 把它剪开 谁知道一剪这个不行 因为那个盖是塑胶 然后软 我们这个剪子来只能剪一些硬物 塑胶的韧性膏有一定的弹性 剪子等工具很难将它切开 是不是软的 是不是使不上劲 圆圆的舌头被卡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 看着它黑紫色的舌头 大家都是一阵心痛 可是一时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无计可施之下 医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拿一个啥东西稍微磨一点印 这不敢弄 弄它它有那牙 修复科用的这个磨钻 能不能拿来用用到这个小孩子的瓶盖破除之中 医用电动磨钻 是一种用于外科手术的专业工具 可进行骨头的磨削切割等工作 非常小心翼翼 因为那个打磨钻那个转速非常厉害 还能产生这个热量 毕竟那是塑料 幸运的是 圆圆虽然无法说话 但是可以看得出 它对于救援是比较配合的 极精努力 医生和消防队员终于从瓶盖侧面切出了一条空隙 经过医生十多分钟的打磨切割 卡住圆圆舌头的瓶盖逐渐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于是消防队员试图用剪子一点点扩大瓶盖的缝隙 如果切割是稍不留意滑破一点伤口就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那样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竖脚你看尖都将断 疼痛引起的恐惧 而头部的摆动都随时会可能会造成二次损伤 大家几次尝试着将瓶盖卸开都没有成功 又无法直接拉扯下来 先要的工具也收效甚微 用掰开这个方法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一掰上面宽 下边斩 挤压着孩子的舌头 这个它会疼 你掰着 我给它中间磨一下 你掰一下 你掰一下 你不敢往脱 不能哭 不能哭 先收一下 这个家长不哭 先收拾 不是你 你掰了 大概是耽搁的时间太久 远远也从一开始的配合 变得开始哭闹 加入利手 坐一坐 再臭一点 你别往脱 别走 你别走 坚持一下 你松一下 你这么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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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往鬼前 口腔内操作的时候 它会产生哭闹 疼痛引起的恐惧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屏盖的空隙变得宽松起来 开了开了不动 开了开了 出来出来 屏盖终于和圆圆的舌头成功分离开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也都松立口气 事后了解到圆圆习惯用吸的方式来喝水 这样喝水时就产生了负牙 出水口吸住了舌头 而舌头被吸进出水口后 静脉血回流受阻 舌尖越来越肿胀 也就卡得越来越紧 医生表示 如果不是救治及时 圆圆的舌头很有可能因为被卡时间过久发生坏死 现在 只要等待他的舌头消肿以后 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在实际生活中 孩子舌头被卡的事件也并不罕见 2013年7月23日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的浩浩喝水时 不慎将奶瓶爸夹在了舌头上 经过消防队员的切割拆解 终于将奶瓶从浩浩的舌头上取了下来 2013年6月12日 广西重锁市一名小男孩因为贪玩 将舌头伸进了一拉罐内 经过消防队员近20分钟的拆解 终于将男孩的舌头和一拉罐分开 一起起儿童背卡事故 让人们觉得无奈又着急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孩子背卡的情况 我们又该怎么施救呢 可以在这个部位里涂一些润滑剂 包括肥皂水 洗涤用水 如果这种方式不斗效的情况下 不建议采用暴力 不建议长时间的尝试 那叫及时的就医 平安365提醒大家 孩子在成长时 有着他们自己独有的行为习惯 他们除了以用手去摸 还会以用嘴去尝的方式 来了解外在的事物 对于年幼的孩子 一旦有类似的舔咬行为 家长应该马上阻止 一些容易对孩子们造成危险的物品 如硬币 针线 坚果类食物 尽量放在孩子们接触不到的地方 以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清晨时分 居民楼突然起火 熊熊大火步步紧逼的危险 他们能否顺利获救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两名男子在窗台位置已经停留了十多分钟 他们身后的大火猛烈地燃烧着 滚滚浓烟不断从窗台冒出 浓烟气浪不断向外翻滚 坐在窗台上的男子 不时地向下张望 很有可能因为受不了高温的炙烤 从六楼一跃而下 为了尽快压阵火势 消防队员们第一时间冲进了火场 此刻进入火场内部搜救的攻击组 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两名被困男子所在房间的防盗门是反锁的 而两人被大火围困在窗台上 完全无法动弹 防盗门结构 比较难破拆 我们立即采用开门器进行破拆 小心一点 时间紧迫 指挥员立即下令 对防盗门进行强行破拆 几经努力 防盗门被打开了 被困火场的两人终于被消防队员顺利救出 刚从了一口气 一个意外情况又发生了 女子姓张是期货居民楼五楼的住户 据她描述 此时她的女儿还困在火场中 指挥员立即将被困女孩的情况通知了搜救小组 很快搜救小组传来了消息 当搜索到5024时 发现家里面有三名被困人员 其中有一名四到五岁的小孩 女孩被送往了安全地带 其余的几名被困人员也已经全部被找到 随后消防队员对大火发起了猛攻 十分钟后 明火被全部扑灭 经过统计 受火灾影响较大的 共有四户居民 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余万元 那么这起惨烈的火灾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是人为还是意外呢 为了查明真相 消防部门的火灾调查组 首先找到了受灾最严重的住户 王先生 王先生是五楼的住户 事发时他和妻子孩子正在家里看电视 现在他的房间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根据王先生的描述和现场的火势蔓延痕迹 起火点最终被火掉人员确定在了五层 起火的这栋居民楼共有六层 每一层有着大大小小近十个房间 要调查火灾的原因并不容易 而对于任何调查而言 证据越多就越容易接近真相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变成废墟的现场 想要找到蛛丝马迹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火调人员知道 在火场残留下来的废墟中 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关键的线索 火调人员首先检查了电气线路 但是线路上没有明显的短路迹象 同时通过勘查 各个厨房事发时也没有使用明火的痕迹 起火原因似乎愈发扑出迷离 但火调人员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 因为种种一败起火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后 剩下来的就是人为因素了 也就是说这些火灾很可能是人为放火 就在火调人员开始对居民一一排查时 一名男子带着三个孩子主动找到了调查人员 男子姓李是五层的住户 据了解李先生平时有抽烟的喜欢 抽烟时也从来不避讳孩子 用完的打火机随手就放在了桌子上 三岁的女儿芳芳平时就对打火机好奇不已 趁着爸爸不注意 拿着打火机跑到了卧室里去玩 点燃了家具 造成了这起火灾事故 起火是你们爸爸把你起火的 这个是谁家的 来来来 你是你家的 玩打火机 是不是 打火机弄塑料袋 是不是 这些平均年龄五六岁的孩子 因为年幼无知 一时贪玩 用打火机玩火酿成了大火 导致多户人家无辜受到牵连 而他们自己的家庭 也将面临着二十多万元的赔偿金 孩子的顽皮闯祸固然需要被批评教育 但是孩子怎么能够轻易地拿到打火机 这样一个引火物 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所深思的 平安365提醒大家 平时要把火柴打火机等引火物 放在孩子看不见拿不到的安全可靠的地方 家长要制止孩子在室内建筑附近燃烟花爆竹 外出时要把煤气液化气的总开关关闭 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 更不要将房门反锁 以免发生危险的事故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灵壁消防大队 2016年3月21日下午 一名三岁男童被铁环卡住了手指无法取下 因为害怕 孩子在不停地挣扎 为了避免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消防队员不断调整位置 小心翼翼地对铁环进行剪切 救援过程中了解到 小男孩玩耍时捡到了一个铁环 一时好奇就套在了手指上 没想到铁环太紧拿不下来了 经过消防队员五分钟的努力 小男孩手上的铁环终于被取下 平安365提醒大家 家长平日里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安全教育 遇到铁环小孔洞 不要让孩子随便把手指伸进去 以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小男孩手上的铁环